這邊混合戰跟資訊戰之間的關係 其實有點是大包小的關係 混合戰是一個上位概念 什麼叫混合戰 它是一個比較俄羅斯跟美國的用語 中國其實叫超限戰 但其實它比較不能夠精準的表達什麼叫做混合戰 所以我們這邊用混合戰這樣的用語 那混合戰它是一種新型態的戰爭 它指的是說譬如說我們在進攻一個國家的時候 它的目的是為了要併吞 所以混合戰當它併吞一個國家的時候 它有各式各樣的手段 有軍事的手段跟非軍事的手段 那依照俄羅斯的說法就是 新型態的這種叫做混合戰的戰爭 非軍事的手段要佔百分之八十 軍事只需要百分之二十 那這兩個互相搭配之下 才有辦法真的把一個國家做併吞 那大家就可以感覺到 如果只需要百分之二十的軍事力量 那顯然軍事力量不是重點 通常來講都是確定會打贏了 軍事力量才會出現 或者軍事力量大部分是有一個威嚇的效果 所以真正要去攻擊一個國家 而且要把它併吞 其實需要打的是更多其他型態的戰爭 那這個就叫做混合戰 那什麼叫做其他型態的戰爭 就大家常聽到的貿易戰就是一種戰爭 還有金融戰也是一種戰爭 外交戰比如說斷裡的邦交國 這叫做也是一種戰爭 還有我們今天講的那麼多的 這個叫做資訊戰 所以這些每一個每一個 都是俄羅斯他們在整理資料的時候 他們認為這每一個都要分頭並進 彼此互相配合 那為什麼資訊戰裡面特別重要 就是因為 在軍事裡面本來就用得到資訊戰 因為在一戰二戰的時候其實就用過 那在非軍事的戰爭其實也很需要資訊戰 因為資訊戰如果大家還記得 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讓你這個國家亂 那你一個國家越亂的時候 或者認同越混亂的時候 你要打什麼貿易戰啊 外交戰啊 外交戰啊 還有這個所謂的金融戰 都會變得非常的容易 所以這個時候資訊戰就很容易 跟其他的戰來做搭配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理解資訊戰的時候 必須要先從這個 資訊戰的這個模型來理解起 這時候要去了解整個混合戰 會變得稍微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我來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外交戰 外交戰它的目的可能是要斷你的邦交國 那以往中國要斷台灣的邦交國的時候 固定大概在四個月到六個月之前 就會做資訊戰的攻擊 怎麼做呢 就是譬如說台灣花太多錢 在某某某邦交國上面 然後還故意用這樣的攻擊讓你去澄清 澄清之後再取笑你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會有個感覺 就是台灣在浪費錢 台灣花了太多錢在哪個邦交國上 那這個資訊戰一旦成功了 這個時候就算斷了一個邦交國 那個傷害也不會那麼大 那更進一步的攻擊就是 它甚至讓你造成對立 譬如說台獨跟華獨的對立 它把這個對立做出來之後呢 甚至還有人可以因為台灣被斷了一個邦交國 所以感受到開心 因為它的認同不一樣 所以把各式各樣的認同做成對立 然後彼此互相攻擊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內鬥就會大於 我們對於斷邦交國這件事情 所以明明斷邦交國被斷了 結果國內是大家彼此不同的勢力炒成一團 那它就完全達成它的目的 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資訊戰 搭配所謂的外交戰 那還有另外一種呢 就是俄羅斯沒有在做的 就叫做宗教戰 宗教戰這個東西算是中國所獨有的 怎麼說呢 大家知道中國其實基本上不太允許 宗教勢力的一個存在 所以但是它會特別扶植特定的宗教勢力 就是為了打這個宗教戰 所以在打宗教戰之前呢 其實中國有很長一段時間 用我剛剛講的地面滲透的模式 不斷的不斷的告訴台灣的民眾 說其實媽祖是中國的 那大家知道媽祖算是我們台灣 大家看郭台銘選總統也是請示媽祖 所以媽祖這個算是在台灣 非常重要的一個神明 那他所要塑造的一個形象就是 我們台灣的媽祖要認祖歸宗 那認祖歸宗的方式就是要到中國 譬如說魅州 天津那邊也有 就是去找他們原來的媽祖在哪裡 所以中國特地培植了中國自己的媽祖 那我們這邊都叫它統戰媽祖 那培植這個勢力之後呢 讓台灣的這些交流團 剛剛講的這些地面交流 不斷不斷的每個禮拜每個月呢 去做認媽祖的一個動作 也就是我們去參加中國的媽祖遶境 大概有點像這樣的一個意思 那這個宗教戰之所以能夠成功 一定就是它必須先藉由資訊戰 先把這樣的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 散播到台灣的民間 讓大家慢慢覺得說 欸 中國也有媽祖 而且還去傳遞一些中國媽祖 一些很感人的故事 所以這個時候 當大家有這種認同感跟情緒的時候 他再去舉辦跟中國相關的一些交流活動 然後去跟中國的媽祖交流的時候 很多人就願意參加 所以它光是靠一開始的資訊戰 就培養了很多台灣的 所謂中國媽祖的信眾 那做這個事情到底要幹嘛呢 他們其實並不是說 你今天去中國參加媽祖遶境 然後中國那邊就告訴你說 喔 回來候選人要投誰喔 其實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我說過它的重點還是在於 造成台灣內部的一個認同的分離 所以第一個 有人只認同台灣的媽祖 但是馬上開始有另外一群人 他開始認同中國的媽祖 他就造成一個分裂 這個分裂平常就已經造成台灣內部 宗教勢力的一個對立 這是他第一個目的 第二個目的就是宗教戰 宗教戰目的就是要去操縱選舉的 而不是我講的資訊戰只是要亂 所以宗教戰怎麼做呢 很簡單 當我們已經有那麼多人 相信中國的媽祖是重要的神明的時候 中國的媽祖來台灣遶境就變得很有意義 所以中國的媽祖他就可以出發來到台灣 做遶境的動作 做遶境大家都知道 遶境是一個非常有經濟利益的一個活動 我今天媽祖在繞過哪一條路 我今天媽祖是停在哪一個宮廟 在那邊駐點 都可以直接造成那一個宮廟的繁榮 所以這時候中國根本一毛錢都不用付 他不需要什麼付錢給當地的宮廟 請他支持特地的候選人 完全不用做這樣的事情 他只要在台灣用資訊戰製造一些受眾之後 他宗教戰過來 中國的媽祖來台灣繞 繞的時候他那個路線只要是有協調過的 他每繞過一個點其實就等於給了對方賄賂 所以他每繞過一個點讓那個地方 就會必須要聽他的話 不然下次他來的時候就不繞你這個地方 這時候再通過擺手套告訴這些宮廟 告訴這些地方施力說 這一次的立委候選 你可能要支持哪一位候選人 這樣不就達到所謂會選的目的嗎 但他完全是用宗教施力來做包裝 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宗教戰 那他前面必須要搭配資訊戰 才有辦法讓這個宗教戰打得那麼成功 而這個是連俄羅斯都沒有去發動的這種戰爭模式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什麼叫做混合戰 混合戰就是利用這個各式各樣的戰爭 貿易戰、金融戰、外交戰 我剛剛講的宗教戰 其實中國還有另外一個叫器官戰 這個我可能沒有辦法在這邊一一介紹 然後還有我們今天講的這個資訊戰 彼此會有一些戰略跟戰術上的搭配 搭配之後他的攻擊就會有一定的模式 那個模式其實是我們非常需要抓出來的 那一旦把那個模式抓出來 我們才可以知道怎麼應對 所以這邊做一個很簡單的結論就是 混合戰它是一個非常大的概念 那混合戰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戰爭 有這個小小的貿易戰 有這個金融戰 有這個資訊戰 每一個每一個小的戰爭 都是這個叫做大的混合戰 然後資訊戰裡面又有很多種攻擊 譬如說資訊戰裡面有那種駭客的攻擊 然後也有我剛剛講對基礎設施的攻擊 還有一種是針對我們心理大腦的攻擊 叫認知領域作戰 所以認知領域作戰 又是在資訊戰裡面其中一部分 那也是我們不斷在跟大家介紹的 然後認知領域攻擊裡面 又有一個小部分叫做假新聞攻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體的模型就是 資訊戰 那個混合戰是一個大的 然後裡面可能會有資訊戰 資訊戰裡面有認知領域作戰 認知領域作戰裡面又有假新聞作戰 所以假新聞作戰其實是裡面最小最小的部分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在應對這種新型態的戰爭 我們沒有辦法全盤的去理解這個叫做混合戰 然後只針對那個小小的叫做假新聞來做應對的時候 我們是完全沒有辦法抵擋中國這個混合戰的攻擊 那這個每一個戰爭的目的當然都會不一樣 資訊戰就像我們不斷介紹的 資訊戰最主要就是要讓社會產生對立 讓這個社會變得更亂 那他最後都是要服從於最高的指導原則 就是我講的這個最大的叫做混合戰 那混合戰的目的其實就是併吞 就是要把你這個國家吞下來 不然他發動戰戰要做什麼 那當然要做這個所謂的混合戰 要併吞有很多種各式各樣的手法 譬如說他可以騙你 譬如說九二共識 或者他可以跟你講說一國兩制 甚至跟你講說簽和平協議 因為今天要併吞一個國家 未必要用佔領的動作 他有用簽協議的方式 本身也可以讓你變成一個國家 所以像混合戰這個 他特地的目的是要併吞的時候 他會用各式各樣的語言來做包裝 而資訊戰就是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 其中的一個小型的戰爭 那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毛澤東以前講過要血洗台灣 那習近平當然不會講得那麼明白 那他們解放軍新的一種替換線的說法 叫做留島不留人 就是台灣這個島可以留著 但是人可以不用留著 那是他們最終的目的 要達到那個目的 要做到這個併吞 或者要血洗台灣 他之前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剛剛講的各式各樣的騙術 九二共識啊 一國兩制啊 和平協議啊 大家也知道解放軍如果真的 要來攻打台灣 要登陸台灣 其實實際上是有很多困難的 但如果今天你簽了和平協議 意思就是你開門直接讓解放軍進來 那這個時候他本來有那麼多的成本 你就等於直接敞開讓他進來 在台灣做清香的動作嘛 那他台灣一旦做了這些動作之後 你一旦簽了和平協議 基本上你什麼事都做不了 大家應該知道上一個簽和平協議的 就是新疆跟西藏 那新疆跟西藏 大家也看到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好幾百萬人被關在這個在教育營 但是國際社會卻沒有辦法營救 因為你簽了和平協議 你們是一個國家 這是你們這個國家裡面發生的事情 你不能夠干涉那一陣 如果走到這一步 那我們該怎麼辦 所以資訊戰要讓我們變得更紛亂 最後的目的就是要達到混合戰 這個大目標 就是要併吞台灣 這些非常簡單的一個目標 也是他們法律直接規定的事情 他們法律是直接規定 可以武力攻打台灣 可以併吞台灣 他們本來就認為台灣是他們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常講這個順口溜 打台灣不如買台灣 2008年以前 就是不斷的他們發現打 其實成本很高 所以用買的嘛 用買的方式就是收買媒體啊 收買政治人物啊 但現在發現其實用資訊戰 成本低又快 所以就變成買台灣不如騙台灣 那到最後用欺騙的方式 讓我們都已經沈浸在這些幸福的小泡泡裡面 然後又針對身邊的人產生到不信任 彼此越來越對立 到最後要破壞我們的經濟體制 到最後要破壞我們的金融體制 然後到最後要打擊我們政府的維新 然後要斷我們的邦交國 什麼都會變得很容易 然後當我們變得孤立無援的時候 他們在說 欸 和平協議 到最後用這樣的一個騙數 把台灣吃下來 其實是變得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這也是希望大家能夠多多關心的議題 我的天啊 所以這就是自己的天啊